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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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东章西望 我们今天香港再次录得一个零确诊 很开心 不过这个开心消息 又是只能够维持一天 对 因为元朗有一间护老院的院友 就初步确诊 疫情这条尾巴拖了这么久 好像断绝也断不了尾 难怪有人说 第三波疫情真是首尾长 全港学校今天全面服货 留在家这么久 小朋友肯定很想见同学和老师 大家准备好吗 上课 早上 妈咪再见 我们来到土哥环一间小学 试察开学情况 早上七点三已经有同学回到学校 小朋友这么早起床都这么精神 似乎真的很期待上学 今天开学了 开不开心 开心 心情如何 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可以见到同学 看见到校长 老师和同学 是 你们多久没有见大家 我想四五个月左右 你们很想念大家 有 为了避免太多人聚集 学校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被家长送小朋友进大堂 在校门就要说再见了 不过 不过不少家长都很放心 教下小朋友 因为已经准备了防疫法补 让子女在学校都感受到 爸爸妈妈的温暖 她们在家坐了很闷 没有工作 坐了五、六个月 在网上也做过那些功夫 现在上学这个更好 其实不担心 因为自己做足个人措施 还有学校也做了很多功夫 妈妈有没有教定 你有什么抗疫法补给了你 口罩、洗手衣服 早上,女士 这次全面复课 全部学生都回来 校方在防疫和学生教育支援 都做足功夫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特别的安排 例如我们弄了甲板 预备有机会可以做五线 小息就要进行 一起去洗手、一起去洗手间 又要保持距离 然后才在那个胶板后边 就自己进行 因为小食 但又不可以分享自己的食物 放了学后 我们下午也进行一些网课 的课外活动班 补习班 以及一些校队训练 开心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说这么快就十二点半放学了 过了新学期第一天 同学们适应了没有? 好不开心吗? 可以上学吗? 超爽 还有呢? 有没有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不适应吗? 没有 嗯 为什么? 说来听说吧 因为在Zoom都类似的 也看到同学 所以上学也没有不适应 那你自己喜欢在家上课 上网课多一点 还是回来学校上课多一点? 上学 因为可以跟同学玩 上学最高兴 莫过于跟同学、老师互动 希望这么多位同学 在新学年都开开心心 相信 遲些疫情放缓 很快就可以回复 以往上课的安排了 美国最近出现 用一种叫 郭沙希所合成的 新冠肺炎疫苗 遲些也会加入 这个临床测试 听说这种成分 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继而提升疫苗的效力 但其实这种郭沙希 是由鲨鱼的肝脏里面 提取的天然油 如果真的要生产 很有可能要载十五十万条鲨鱼 疫苗可以解决这个病情 但又衍生另一个生态问题 好像不是那么好 所以还是想清楚 不过最好的疫苗 都是我们身体健康 今时今日 个个都追求健康生活 吃东西又要讲求天然有机 大家平时又会吃什么有机食 食物多呢? 吃的 会吃有机的什么? 初菜 质素比较好一点 吃有机的菜 雞胸那些 是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机的 应该是没有那么多激素 那些化学品 会有信心一点 会 为什么? 因为好像健康一点 用一些天然的食物 例如猪肥那些 是 就会有信心吃一点? 是 因为没有什么农药 个个都讲求有机 不过大家对真正的有机 未必那么清楚 有机食物又是不是真的对身体好呢? 有机种植 我们用在祖先种植的概念上 我们要跟环境吻合一起 取自然而用于自然 有机种植的好处 因为用祖先的方法 我们的概念是要保护环境 我们用一些很传统的方法去种植 也就是生态的概念里面 营养要循环 我们将它的营养里面拿回来 种一些有食用、药用的价值的东西 这间位于上水的灵芝培植场 由2017年起 开始采用有机培植方法 不用化学肥料 以有机粟米和小麦等等 作为灵芝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一年总共可以培植出七种灵芝 大约每三个月就收成一次 有机灵芝就告诉你 因为种植的时候 不放一些工薪的化学品 用一些天然祖先的方法去种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就没有了工薪污染那些食品的风险 就不会有任何残留农药的问题 它变得更加安全去食用 所以那个信心会好些 要确保培植出高质素的有机灵芝 场地要有足够的设备 还要有连串的配合才行 温度、水分、空气和光线 这四样东西要控制得宜 灵芝才可以健康生长 回到董章西望 过两天就是中秋节 相信大家都很想去公园玩一下 想想愉悦 接下来康民署就会延长公园的开放时间 不过每个公园的延长时间都不同 有些是半个小时,有些是三个小时 所以大家拿着灯笼预备出门之前 最重要是查清楚公园的开放时间 Patrick Sir,你不用查了 你走出大厅已经有一个私人大花园 彭芳,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你不跟稿说的 好东西不怕被人知道 提起中秋应節食品 月餅已经成为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不过原来传统中秋食品还有很多 是时候换起大家沉睡已久的记忆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 就是传统中秋应節食品 这个小小的圆滚滚 这个像个牛角 大家知道它们是什么吗?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是芋头? 这个是芋头 这个呢? 不知道 牛角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究竟它们是什么呢? 交给蕃薯妈 这个是芋头 这个是芋头 这个是零角 多数都是老人家买的 那是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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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买的 买回去洗干净 洗干净 那是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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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哥是一位潮州人 也是一位酒楼集团的行政总主 潮州人对于中秋传统 集族一向十分重视 所以每年过中秋都很大阵仗 中秋节在潮州地区来说 大家都很重视 食物很丰富 但每一样都是吉祥的食物 有意思的 譬如说像芋头 有芋头 芋头就是主缸 旁边围着的就是芋头 代表什么呢 一家人柴杂整整 有大有晒 另外就是鹿油 鹿油一听名字都知道 羊羊也有 西红尺也是很耳朵的东西 另外就是说这个灵局 有些人说他可以辟邪 对, 珠儿子女 被小兵掛着保平安 保平安 保平安 上月的一天 那些长佬就会在屋子前 开几张大桌 而各家各户 就会把自己做好了 敬月亮的心意 拿出来放在那裡 今天就一起上月 一起敬月亮 要敬月亮 要敬月亮 就要出动以下的重头戏 不过, 月亮的量字 为什么要变成量字呢 潮州地方 比较上是一个拜神群族 比较多些 他们会觉得太阳就是白白 月亮就是女士 所以就让了娘亲的量 这个法高 其实也是潮州地区 人神共享的代表族之一 选择这些食物 作为中秋应節食品 除了因为不时不食之外 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含义 寓意一层又一层 吃了开心又精神 户仔其实有一个故事 是与历史相关的 传说就是这个 在元代的时候 这个湖人攻打潮州 潮州人受到他百般凌辱 所以就很憎恨他 所以在这个中秋节 拜月光的时候 就希望抵抗这些户人 而这个户头的户字 和户人的户字 的音就相近 所以在中秋的时候 将这个户仔整熟了 剥掉了皮 吃了皮 对,就是像煎皮拆骨 户头也是剥皮 灵角也是剥皮 甚至是绿油也要剥皮 有一个说法 就叫剥痴奶 痴奶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疾病、衰运 所以中秋节 我们吃东西之余 就可以通过剥皮这个动作 将恶运、不好的疾病 全部剥掉了 而灵角呢 其实有一个寓意在里面 灵角的灵子和灵力的灵子 其实是声音相通的 所以吃灵角的时候 都希望吃的人是聪明灵力 灵角?我真的没有吃过 究竟是怎么吃和什么味道呢 让我们请教吧,师傅 我们一般买来的灵角是黑色的 黑色这个是它的皮 我们一般就拿去拾它 拾熟了之后 我们通常先剪下面的刀刀刀刀 剪两个边位 这两个边位剪开之后 很容易拿到灵角的肉 撕开它,那就是了 灵角其实就这么吃之外 还可以发生不同的菜式 因为灵角本身的味道不是太浓 但是我们要加一点味道 让它更好吃 加上灵角,一起炆,就更入味 炆了三十分钟之后 灵角炆排骨上碟了 我们试试灵角炆排骨 好 这个灵角的味道不是太浓烈 但是加了排骨、冬菇 少许姜片炆了之后 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对,而且肉味就滲到灵角 是,没错 口感很粉 我觉得比粉葛更粉 不过,以上中秋的应节食物 都只是配角 谁都掌握不到月餅第一个地位 而在月餅餡料之中 当然也是一粒圆滑滑滑的 咸蛋网最搶风 买双网,多网当然好吃 喜欢吃六个网 有没有吃过三网、四网? 都吃的,四网我们也吃的 月餅的咸蛋网 由单网一直到四网都有 不过四网之后 通常来个大跃进 一跳跳到十网 其实为什么要十网这么多呢? 会不会太夸张? 十多年前,有个客人 他想送一些特别的月餅 因为我们做开了一只叫大饼 做礼饼用的 我想一下,不如就将大饼 扩大它 大铺下去,要十个蛋网 才是最合适的 那就跟他做 第一年做的给他 他就送给客人 送得很开心 第二年,他就来订几百个 好了,他给了名单 我们一看 哇,全香港的最上位 都有份 他们都喜欢了 不如我们做出来卖吧 有饼铺做十网 纯粹是商业决定 不过有饼铺说 做十网是因为家族而起? 其实本来是做给我自己的家人 吃的 因为我家里 连起我父母、姐姐、弟弟 我们刚好十个人 全家都很喜欢吃咸蛋网 尤其是我的儿生 你一半块咸蛋网给他 他就炒了 所以每人一块 刚好十网 一个十网月饼 最好是由十个人分享 不过问题来了 怎样切才可以一人一蛋网呢? 那就要考师傅的手势了 师傅,这个饼饼这么小 但是怎么放了十个蛋网 这么厉害呢? 其实十个蛋网 我们排列都要很工整 而且我们不能被它相连得太近 难度就是在每一个月饼里面 我们要分布得好 现在呢 这里已经放了十个咸蛋网了 你看到每一个咸蛋网 是有点距离的 在每一个咸蛋网 我们怎么切都好 客人会吃到有鲜蓉和蛋网 当我们盖了鲜蓉之后 你会看到所有的虚位 就被鲜蓉填满了 当它一受热的话 鲜蓉就可以刚刚隔开了咸蛋网 那它熟的时候是平均 所以咸蛋网要熟得很漂亮 是平均变了 师傅倒完没 塗完蛋漿就可以拿出去烤了 烤三十分钟 搞定了 可以出来了 师傅 那我们的月饼就烤起了 不如切来看看 好 蛋网和鲜蓉分布得很好 皮很薄 十网鲜蓉鱼 代表加加户团团圆 十存十味 十就十存十味 八就代表发发发 传统月饼还有这款七星拌鱼 七个围着一个 星星月亮显光芒 七星, 中间一个 中间那个拌鱼叫最漂亮 一般来说我们放一个三网 因为生字意味好些 意义好些 七星以前 人们很喜欢多些十元仔 多男仔 七星即是七个仔 拌鱼一个女儿 叫七星拌鱼 无论是七粒星 或是中间的月亮都一定要有蛋黄 这才是丰富的 至于中心位, 当然要够份量 留给三网八年用 精贵又能看 我们最漂亮的饼 就是每一样放进去 盒子很漂亮 那时候用手工做玻璃镜盒 现在就会买 后来这个是未来外府 追女仔之后就送这些 原来施琦姐的生日很接近中秋 真是双重喜庆 难怪她最近这么高兴 你不要看施琦姐的样子 好像27岁 其实原来她已经70岁了 她最近在社交网站 推出了一些她生日蛋糕的相片 没错, 蛋糕最特别的 就是一顶皇冠 还写着香港公主的牌 施琦姐还作状大上了后冠 为自己加冕 施琦姐在1968年 参加了一个叫香港公主的选举 因为怕父母反对 就用艺名高精卫来参选 而她的参选泳衣也是自己买的 承认银色很漂亮 那当然最后就拿冠军 今集的时候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